要買什麼馬上現切 熟客早就買出默契 只是時不時就傳出市售雞肉 抗生素超標 到底如何挑肉 市場裡的婆婆媽媽都有一套 就固定攤買就好了 你要是說偶爾來一次 那個我就不敢買 肉軌我就環境雞我就沒有吃 那個土雞會稍微貴一點 對 就少吃嘛 就算挑肉有一套 還是有機會吃下不合格雞肉 就有北市議員質疑 二零二一年查出有六十隻雞 在賣出後兩三週 才驗出抗生素黃安劑超標 但這時早就被吃下肚 台北續廠公司坦言 目前只能事後追蹤 遭到議員批評檢驗機制大出包 黃安劑過量 那這些雞已經賣出去了是不是 對 我們自己沒辦法減送 北市公司說明 黃安劑得送第三方檢驗 無法當下知道結果 不過大型情資要儘能賣 業者必須提供健康檢驗證明 事後抽驗結果不合格 會要求該批機制冷凍銷毀 並要求養雞廠停工十四天 但問題就出在檢驗跟流入市面的順序 出現了時間差 中央的肉品檢驗 因為他們跟那個養雞協會來商量說 我們要怎麼樣將來防止說 你這些抗生素或那個胃 胃代謝丸就送來我們公司 抗生素吃多了 可能導致噁心嘔吐 腸胃不適等健康問題 北市承諾兩週內提出改善報告 但負責把關食安的北市府 從北農到北市頻頻出錯 這條食安防線讓民眾怎麼吃得安心 謹慎吳慧山蔡入倉博道